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举行新一届的总统和议会选举 中左翼阵线的希望联盟总统护选人安德烈斯·阿劳斯声称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他已经取得胜利 现年35岁的阿劳斯表示已经部署了一支团队 确保选举结果公平不被操纵 阿劳斯在竞选宣言中表示 上任的第一个月内会向百万户家庭发放1000美元的援助金 并对富人征收特别税务 根据选举法规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最高的两人 将在4月11号进入第二轮投票 根据民调阿劳斯和保守派的拉索 是支持度领先的两名候选人 这次共有16人角逐总统宝座 以取代现任总统莫雷诺 当地有超过1300万名选民 这次除了选总统 也要选出137名国务议员 和5名代表厄瓜多尔的安地斯议会议员 疫情肆虐之下 全民都佩戴了口罩 竟然有序的排队投票